主席 这位主席 董昭的九十师 已经全部进入董少林里西地区 起六十一旅的先头部队 离安城只有几十里了 主席啊 你们快走吧 大蓝啊 王胡子什么时候能赶到 我已经派人去接了 应该马上就回到了 你再等他一会儿吧 主席 主席 王胡子来 我跟他说不就行了吧 不能再当个人 严成林 走 你还等什么 你不用叫严成林 他是不敢给我抬轿子的 我这鹏打枪去 怎么就沉不住气呢 我 敌人离我们这儿不还有几十里路吗 主席 我敢跟你打赌 六十一旅就是到了延安城边下 他也不敢进城 你信不信 不管你信不信 管着我信 王司令员 主席正等您呢 王哥 我们站前来握到 功夫不服有情人呐 王胡子快进来 主席 他也要免了 王胡子来得好快嘛 来 坐 你们赶快坐吧 说实在 我们已经来晚了 王胡子 坐坐坐 这个不怪你们 部队现在到达什么位置 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甘谷义了 甘谷义 来 喝水 来 王胡子 胡东南要给我打架 我打不过 想请你帮个忙啊 主席 怎么个打法 可这架 也不能叫你白打 主席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份后礼啊 后礼 什么后礼啊 主席知道你们南下支队检验很大 虽然休整期间得到了一些补充 但是很不够 所以主席特意提出 再给你补充一千人 一千人 太好了 不过这一千人情况很复杂啊 有游击战士 有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 还有刚刚应证日午的新战士 请周副主席放心 部队会把他们锻炼成钢的 王胡子 我还有个重要事要跟你说啊 哦 喂 六十一旅吗 我是市长陈武 你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啊 报告师傅 我们已经看到了延安城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延安城了 现在距延安城只有七点五公里 只有七点五公里 好 部队立即停止前进 炮击延安 在我请示胡长官之后 再一鼓作气 拿下延安城 主席啊 部队的思想工作好办 指导员开个会 讲清楚 还没那么简单吧 首先是那王胡子想通了吗 我看你就没想通 你们二宗啊 是山北的老根子 放弃延安 干部战事难以接受 这是可以理解的 前些天我总结了四句话 叫存地诗人 人地皆诗 存人诗地 人地皆存 存地诗人 人地皆诗 存人诗地 人地皆存 莫名称 像是辞严 说 ホ Program 主席 全是辞 联合 书 书 一定要把部队的思想工作做通 我有事办 办完了我就走 主席啊 您多保重 你往胡子冲锋陷阵 要保重的是你啊 我走了 我送送你 空总 根据你的指示 我们抽掉了一个独立营 作为机动部队 营长你认识 就是那个周大雄 这小子当营长了 嗯 还能把帽是吗 好多了 你不是派王成哲到我那儿吗 我给了陈兴允 陈兴允派他去给周大雄做教导员 这小子总算碰到克星了 是啊 方总 这次见到你感觉气色很不好 是不是 我未病了 没事 王胡子 二宋 可是我们的一个拳头啊 到时候 可就看你一点了 伯仲 九十师来电 他们的六十一旅已经逼近延安 现在距延安城只有七点五公里了 太好了 第一师第一旅在什么位置啊 在九十师的后面 大约相距七八公里 七八公里 再走 我不能停留下来 难怪我 好好好 等我把这几个字写好就走 洪老佐 请坐吧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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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主席 你看 老鹏在跟我斗法呢 看来啊 你看一看 胡宗南到延安 赤城喜虎 进又不能进 退又不能退 奈何 奈何 主席啊 你这是 胡宗南是个急性子 我再给他添把火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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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还不走 敌人已到眼皮底下了 主席 莫急 就好了 常理 把这个切到窑洞门口 这是萤火的柴 没他不得情哦 是 主席快走吧 主席啊 你们人多势众 我惹不起啊 胡宗南进延安 我们是请军入屋 只要你们能一个月消灭敌人一个团 用不了三年我们就能收复延安 请主席放心 部队只要撤出延安 我就给胡宗南摆逼个阵 我把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一带 寻找战舰 打仗是一回事 安全是另一回事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上 是啊 整个西北海等着你们去解放 自身的安全 可不能出了差错 主席 你们更应该注意安全的 你们的目标大 胡宗南是不会不去找你们的 找是肯定的 至于找得着找不着 那就难说了 尹连 到 准备的东西呢 老风啊 我住在王家平这段时间 让你担心了 这是一带炒黄豆 你胃不好 又想不起吃饭 就把它带到身边 算是我给你补过 主席 宋军欠礼终有一别 就此别过 主席 保重 老伙计 各自珍重 主席 方总 希望我们再见面的礼物 早一点到来 好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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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